所以哈萨克人很讲义气 哈萨克人的文化远远的和维族人他有共同的地方 他有很多不同 那么我今天看到哈萨克人的行动 你知道我有个啥感受吗 青球草原我今天跟你说 跟维族人打交道 我真的就像那个英提的孙子一样 十个要小心被这些人给出卖了 我跟哈萨克人打交道不担心 两个月前他们问我的时候 他说郭先生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 我说我告诉你一定会起来 他说我们很担心 这个势力太大 我说你放心 你们哈萨克人有最大的 就是你们忠诚 你们对自己的文化 对自己的民主 对自己的兄弟姐们很忠诚 而且你们非常有讲信用 我说这和现在的新疆的维族人是不一样的 我说我觉得所有人跟你走下去 结果爬爬起来 王毅还没到 我就告诉了哈萨克的朋友 我说你们要做好准备 这个事已经来了 而且他们会这么做 结果这人全冻起来 我今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未来哈萨克人一定会给新中国联邦 树上一个最伟大的一个雕塑在那 他们爱搞雕像 他们爱搞雕像 一定会做上去 哈尔巴拉伊夫的事情 是我们新中国联邦 走向东欧的一个 走向东欧的一个里程碑 而且接下来会在乌克兰 看到会在乌克兰 包括阿萨拜疆 吉尔吉斯坦 都会有动作 阿萨拜疆 在乌克兰